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蓝,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今天呢,是这个520,但这个520呢,是非常热闹的 首先一个呢,这个有胖猫事件的加持,520很多这种消费主义陷阱 比如说什么转账啦,转520啦,什么送花啦,表白啦 我可能估计啊,会非常少,非常冷清,在经济压力的下行下 然后还有就是伊朗总统莱西呢,目前还是没有找到 但是已经确定了这个直升机的坠毁地点了 那么我们稍后再来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么再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520就是台湾这个赖清德亏裂政权上台 刚刚呢,他现在的这个讲话还没有,他的这个就职演说还没有结束 但是我已经懒得听了,基本上都是些废话 首先第一个,赖清德今天非常紧张 他在这个台湾总统府,所谓总统府的时候 就已经做错了两个动作 显得非常紧张 就这个人的这个特点给我感觉好像这个心神不宁 总感觉是不是,就是大家有种有种什么感觉 可能你有一种被害妄想症啊 你比如说走过那个大楼的时候啊 你他妈会往天上看,或者说手会捂着这个脑袋 你去天上会不会有人高空抛卧 这个烧场里面走,你说我都不敢走这个地方 他妈会不会有人跳楼自杀把我给砸到了 哎呦,我不敢坐电梯,他妈电梯会不会坠下去 就给我感觉赖清德全程是这种感觉 就你看他整个那个脖子 他都是这样勾搂的这种感觉 就整个人他都有一种无形的一种压力 就习近平和中共啊 和中国大陆人民是他的脖子 其实他脖子上上面一种无形的一种压力 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你看他整个这么一个就职的一个过程 包括刚才这个演讲 那简直就是语无伦次 那那就是简直就是给我感觉就是一股子这个棒子味 而且是以西越上台时候的那种状态 就是呼言乱语 整个整个就是 而且他讲话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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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哎,你他妈的在这里做这个演讲的时候 你是 对吧 你讲这个话 你是在这里干什么 像个小丑一样的 就是语无伦次了 然后呢 我们先来看他的就职时候 在宣誓完毕 将事实交给司法院长许宗立后 四一喊 总统请就官吏位 但赖兴德却往台下走 随即被一旁的工作人员指引回到台上官吏位 第二 在所有程序完成后 许宗立立法院长韩国瑜均回座 四一喊 总统请就 请就主席位时 抵达主席位 但赖兴德却面对国旗即国富一项 思议随即喊 总统请面向官吏人员 赖 这才转身 也就是说 他这个整体这个现场 整个这个一个过程 非常的这个 这个兴神不宁和语无伦次 而且当刚才我看到 所谓的中华民国国歌 在那里 他们那些人在那边唱的时候 一股子丧家犬的味道 那个音乐就像个哀乐一样 整个就给我感觉 快要完蛋了那种感觉 大家知道吧 然后赖兴德他在 就是上台 他要这个就职典礼的时候 他不是要讲话吗 讲话整个过程 给我感觉就好像 这个半夜走夜路 故意把身背给放大 来给自己壮胆那种感觉 然后呢 虽然说他是一个 全程脱稿的一个状态 但是他这些话 讲的给我感觉就是 毫无逻辑链条 就一个呢 就是说 啊 打破了这个魔咒 啊 不是说八年 就换一个党了 我们在开启第三任期 打破这个魔咒 是魔咒 我们就要打破 就这种话 你你讲起来 你讲起来 给我感觉就是很 很神棍的那种话 就是说 因为在这样一个 一个场合 它是一个你们台湾岛内 一个团结的一个场合 那你这样的话 讲起来是 极具挑衅意味的 和极具这种 呃 这种小人嘴脸的那种感觉 就像小人得失的那种感觉 就一点都不大气 当然 我说我台湾这个地方的人 不可能大气的 但是他这种 就是说 你再不大气 你表面上 你也要装得 好像自己 好像很大气一样吧 哎 他都装不出来 整个过程像是老鼠 他讲这个话 我当时就听这一段话 他说我都已经惊呆了 我说 那有谁讲话 会这样子来讲话的 啊 你看啊 本来是风水轮流转 啊 现在你看风水 风水在我 行事在我 啊 对吧 我们就是打破这个魔咒 啊 就是就干倒 啊 然后他就 就是这个 讲呢 说这个台湾 这个国会啊 啊 国会里面 啊 现在你看啊 这个首次是不过半的 这是雷鸣的选择 那雷鸣的选择 可是不过半 然后紧急的就说了一句话 我简直就听了我简直就称目 称目皆是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就是吧 是多数要尊重少数 哇操 我听了这个话 我简直就就是无语了 啊 多数要尊重少数 那多数就是蓝白 蓝白要尊重民进党的律 啊 因为我赖清德是是总统 所以虽然说我们在国会 我们是是少数 但是你多数要服从这个少数 那你又在这里讲说台湾是什么 民主的典范 是民主的胜利 啊 是民主的榜样 啊 然后 那又变成了多数要尊重少少数 我就有点搞不不明白了 然后他又他又警戒的觉得 这句话是不对的啊 他觉得这句话是说的是语无伦似 是说的是是他妈很扯淡的 他又警戒的补了一句 啊 少数要服从多数 那少数要服从多数 那前两天在立法院打了那一架 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那你那个这个叫 那种流氓手段 去他妈抢那个韩国瑜手里的这个文件 啊 对吧 要这个大闹这个立法院 这又是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他这里讲了这个话 他都不害臊 他而且都是语无伦次 然后再一个就讲到这个 呃台湾地位 说台湾是世界的中心 啊 说我们拥有台积电 台湾是世界的中心 说什么现在是AIA的大发展 怎么怎么样 你你你台湾有AI吗 你台湾是造这个晶片是没错 但是你台湾没有什么AI的 而且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AI 就就是跟风式的言语 就世界上面都在讲这些话 话术 但这个话术并非是台湾发明的 然后他就跟风在这里讲 哎呀 AI啊 的时代啊 来临了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啊 啊 我台湾是世界的中心啊 啊 台湾处于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 啊 我们是这个最核心的 无论从地理上来讲 从 人类科技 未来发展的角度来讲 台湾就是世界的中心 这是全球的中心啊 就就是就差 像这个啊 韩韩国一样 说出来就是宇宙的中心 全世界都是 就赖庭德也讲出这种 跟以西越 跟韩国政府 讲出一模一样的话 就是说 全世界都是围绕着我们转的 啊 这是这是这是他的这个 这个直观的这个表达 我听了我 我我我真的是 无语了 我跟各位讲 然后找到两岸关系 然后两岸关系 像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 就是不知道的人以为啊 就是说 台湾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 所谓的国家 而中国大陆呢 是他们一个被台湾欺负的 他就说 啊你你你中国大陆 你要啊 你你这个 就是就是说 你要这个和平啊 啊 你要为这个 你领导人要为这个 老百姓要追求和平啊 啊 你们要来过来 要找我们要来展开对话啊 不是 这个搞什么对抗 啊 老老实实实的 乖乖的啊 他是这样一种口吻 就好像他妈的 就就好像就是说 就台湾 台湾是美国那样的 然后中国跟美国 就在这里搞 然后 他就说啊 你不要给我搞啊 你搞不够我啊 啊 你刚才给我乖乖的 给我对话啊 不然的话 我要我干你了 就就那种意思 那明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话是 怎么讲出来的 然后又说 啊 你你这个大陆 要这个恢复啊 你看我们台湾人 都是热爱和平的啊 你台湾人的热爱和平 你他妈在海巡署 在他妈的 在这个对中国大陆渔民 在干干什么事 对不对 全都是在这里 语物伦词 什么 睁着眼睛说 说瞎话 我操 然后还说什么啊 这个 两岸 啊 要开放旅游 首先要从开放旅游开始 啊 这个旅游要先开放 啊 然后再是什么 恢复这个留学啊 你大陆能到我台湾了 来来求学 我台湾是他妈的啊 非常啊 知识的一个地方啊 两岸的旅游需要开放 妈的 这个旅游这个事情 是谁在卡 是台湾当局在在这里卡 这台湾当局 明显就大陆人到台湾去旅游 大陆人到台湾去干嘛 然后是你赖庆的 怂恿你的台独分子 和这帮马仔 去他们捣乱搞破坏 或者说是去 欧打大陆人 如骂大陆人 然后这个地方又说 首先啊 要跟我们台湾要合作 要和平对话 要平等对话 就是从开放旅游开始 就是说 一股子 一股子要占便宜的那种味儿 我他妈既要搞台独 但是你看我现在这个旅游业 荒废了 你大陆赶紧啊 你要跟我对话啊 赶紧把游客给我送过来 台湾的游客一直可以到大陆来啊 但是台湾的游客到大陆来受限制 不得全团 是你民进党的政策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他这个讲话真的是 那个逻辑混乱 思维混乱 与无人次 我说这就是白索的产物 上来第一句话 台湾这个同婚合法啊 什么什么牛逼 然后弄几个什么在花莲地震里面那些小孩 第一站在第一个是一个外国小孩 大家看到没有 穿着那种 他们台湾好像那种土著的那种衣服 站在第一位是个外国 是个外国脸 是个混血 还是说就是个外国小孩 站在第一位 你让我觉得这他妈简直就是太混乱 就是凯乐奇计划 加白索的予无伦次 LGBTQ的认知障碍式的混乱 整个就是这样一种过程 就他整个 你没发现 就是赖清德上的喘了这个大出气那种感觉 他就是上的台要去演 去讲那个什么旧之演说了 他好像做了很大的心理的 这个内心的这个斗争 在那里喘出去 小美琴 第一句话 他的感到小美琴 那个音调出来的时候 整个人是虚的 整个人 我感觉那个腿 他都是他妈打颤的 然后勾露的那个脖子 他平时不是勾露的脖子的 他今天就是勾露的脖子 就感觉好像始终 我说过 就好像走那个大楼旁边 怕高风抛物 就是怕几共军战机过来扔导弹 直接妈的把他斩首了 那个导弹 精确制造导弹 攻击十一放穿 那个导弹 一颗就打下来 他就始终有这样一种感觉 因为这都是一个人的体态语言 他就是吧 他面部表情 强声笑容 没用的 你就看他体态语言 体态语言是最能体现 他这个人整个精神面貌的一个状态 然后包括他在台湾的 所谓的总统府里面 做出两个动作 就这样去鞠躬孙中山的画像 感觉前两天 蔡英文叫了一帮彩虹 在孙中山下面去跳舞干嘛的 是不是会惹怒孙中山 会不会得到孙中山的愤怒和不庇护 他是有这样 因为台湾人姓鬼神嘛 对吧 他又要很狂妄的 去破坏祖宗的规矩 但同时他又姓鬼神 怕祖宗给报复 就是这么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 你看他 屁股对着下面的观众 然后头对着孙中山 这样这样的鞠躬 鞠半天 然后总算提醒 他就 好好好 赖松松 要做这个主席位了 然后他去的 好好好 就这种感觉 然后他妈的讲完那个话 讲完以后 就把那个宣誓词 递交给那个 那个司仪 那你应该去 就去就位吧 然后就 就走下去 就心神不宁 怎么把心事重重的那个样 然后讲话了那个过程的逻辑思维 思绪上的这种极度的混乱 虽然说他是脱稿的 他是讲 他就说 好像要跟习近平叫板 因为你看习近平好像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念稿 你看我们这样比中国牛逼 你看我们咋 就不念稿 你看我都有才华 你看我当医生的时候 我要立志 怎么怎么样 一个要当官的医生 他不是个好医生 大家明白吧 你什么医生 你应该救死扶上 然后他说我从那 从那就从那嘛 你从那你给台湾带什么 然后吹着很大的牛逼 要让台湾经济腾飞 第二次经济腾飞 我想请问你 第二次经济腾飞的这个 这个依托式是什么 那么大陆只要这边 看你今天讲的这个表现 这个牛逼这个样 还什么动不动 什么 台湾民主防疫 优于专制防疫 民主防疫跟优于专制 这防疫这个事情 已经过了多久了 然后你就觉得 中国这个防疫搞垮了没有 没有啊 那你那个防疫 那又有什么成果呢 所以说这个脑子 他就充满着这种二极管思维 这种二元对立的这种方法 然后又要说跟中国大陆 要拼人对话 就是说你自己不展现拼人对话 让中国大陆跟你拼人对话 我拼什么跟你拼人对话 我什么战绩包围了你 我有什么好跟你拼人对话的 对不对 所以说他整个语言逻辑 是极其狂妄的一种状态 癫狂的一种状态 预想其毁灭 避让其疯狂 对吧 真的就是这种状态 所以我说台湾真的命不久矣了 因为你看今天 这整个那个现场 那个丧家犬的那种味道 太明显了 我操 就这么要 要什么 那个国家要完蛋 就亡国的那种感觉 就特别明显 整个那个气场 然后他讲话 下面的观众也 也不拍鼓掌的 就说到什么 台湾是个主线独立的国家 台湾是个 是个民主的国家 是个独立的什么 这样的鼓掌 是吧 那就代表台湾人的意思了 就是说 他就是这么认可的 对吧 所以整个台湾人都该死了 对吧 因为他在今天说别的时候 他们都不鼓掌 但是说到这个时候 哇 疯狂的鼓掌 对不对 然后他也说了很清楚 就是要以武俱统 要发展这个军事对抗 要跟大陆杀行军事对抗 整个一个就是一个 语无伦次的 一种狂妄的 一种自大的一种表现 所以赖心的 接下来会非常惨 大家看 他会接下来会非常惨 北京这边肯定 就是会干他的 相当不用想 好吧 那么这个事情 我们就说到这儿 接下来就是具体的 就看他 接下来怎么做 和大陆这边怎么反应了 好吧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好